年夏日小朋友要从事水上活动 要注意哪些事情 由McDonalds荣誉赞助的 2017年东森又有小主播选拔赛 这礼拜继续请到入围副赛的小朋友 到东森美洲电视 向全美观众报新闻 我是小主播Justin 夏天外出游泳 是清凉消暑的好方法之一 不过少部分家长却担心 如果让小朋友太早学游泳 反而会造成他们占低对水的警戒心 并且可能会增加婴儿逆水的风险 事实上真的会这样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最新的研究发现 小朋友学游泳 反而能增加 避免溺水的正确观念 因此是加重上太多了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表示 即使是最厉害的游泳选手 也可能会遇到溺水意外 因此全美所有的游泳课程 第一步都是教导孩子 如何防止溺水 以及不小心遇到溺水 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研究还发现 曾经上过游泳课的小朋友 比起没上过游泳课的小孩 更懂得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 家长也要注意 游泳池四周是否有安全 以及有没有提供 紧急救生设备 还有一定要做完 暖身运动才可以下水 避免抽筋造成溺水 以上是冬日新闻 悠悠小主播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